四大才子一人一个特色 祝兄你是 别具一格 独树一帜 是不可或缺的一绝啊 对对对 你看 少了你啊 就三缺一了 我们这四大才子就玩不转了 我记得有人说我的话是一文不值啊 谁说的 谁 谁说的 哪个蠢才 你 我知道是你 有人还说 自从我结识了李花魁以来 这画迹就如江河日下 一泻千里 本来你这画就 非常人所比啊 更甚知的 就是犹如滔滔江水 一去不复返喽 滔滔啊 滔滔 滔滔 滔 滔滔江水 如那大江东去 浪淘尽 才逃出了祝兄这般千古风流的人物嘛 好 既然这样 那唐仙帝你觉得我这幅画应该是多少银子呀 至少一百两 少了 一百五十两我买了 我还没画完呢 我求求你了 祝兄 你可千万别画完 你画完我该买不起了 贤弟真会说效 好了 既然知道是说效 那我们还不如 言归正传吧 对对对 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 行 夸不白夸 给不白给 说吧 好 祝兄啊 现在老百姓天天受人勒索 天天受人敲诈 你得给想个办法呀 唐贤弟 论才智 你应该不输我才是啊 怎么找来找去 求到我了呢 这怎么能叫求呢 这百姓有难 匹夫有责 出谋划策 这是你的责任 你出谋划策了 出了 有用吗 有用 那还来找你干嘛呀 现在承认记忆不如人了 论歪门邪道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 也不及欲名的十分之一嘛 对对对 这话听起来还真的一点都不刺啊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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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老谋深算 等等 等等 不是 是阴谋诡计 因为是诡计多端 不对 论纵横谋略 谁人比得过祝兄啊 既然如此 办法只有一个 不是你手伸那么高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办法你说呀 是 移毒 公毒 这字念毒啊 归此祭行事 是 祝某敢保证 三日之内 那些无赖定会掩齐息鼓 再不敢登门敲诈勒索 什么计策如此神奇 大家愿闻其想 就是啊 祝兄 快把你这阴谋诡计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恐怕这个计策说出来就不灵了呀 谁有二百两银子呀 又要钱啦 又要钱哪 没钱就请回吧 有有有有有有 有钱 有有有有 我出十两 出十两 我还是每天来零花钱 一吻钱 有钱 有钱有钱有钱有兄兄有钱 嗯 好 这画画得我的腿好酸哪 没办法人家出钱了 说吧 嗯 说呀 嘿嘿嘿嘿 嘿嘿嘿 诗言 你咋来了 这都什么诗诗了 为什么还不下去干活 诗诗呀 小的已经彻底将那些商家打服了 他们答应每天给钱 我们只有每天按时取钱 便可玩蛋 他们让你们何时去取啊 你们就何时去取呀 为何不让他们送上门来 站住啊 站住啊 叔里边给我追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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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大方啊 站住啊 别跑啊 别跑 别跑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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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香姐 这个包袱 帮我暂存几日 这包袱 事关百姓 江山设计朝廷安慰 千万不要偷看 这包袱子你我叫杀神之火 给我歇 住我走 住我走 站住啊 追 别跑 站住 站住啊 追啊 别跑 站住啊 别跑 站住啊 去那边看看 那边呢 追 快点 别跑啊 快来吧 别跑啊 别追了 别跑啊 别追了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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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油啊 你看 我们都赶上你了 我跑不动了 骨头都快算价了 geç三双当然没人了 拿去吧 谢谢朱公子啊 这银子好正啊 朱公子 下次 你要是还想找打的话 会给你打八折 咱回去啊 伙伙伴们走 走走 走 回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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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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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哥 里面能有什么东西啊 肯定是一些伤风化的玩意儿呗 不看也罢 他说这东西跟朝廷安危有关 不会是前段时间 处决的乱党的脏物吧 脏物 我倒是听唐公子说起 他前一段时间 好像去过京城呢 就是啦 肯定是在京城 玄黄温柳的时候 惹到什么不好的事儿了 哎呀 我可是要亲公当娘娘的 这种东西可不能跟我染上欢心 对呀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这样 反正东西啊 我们也没看过 把它藏起来 好 找机会再还给他好不好 嗯 藏哪儿呢 藏哪儿呢 藏这儿 来来来 快快 哇 哎 这该死的主治善 看看嘞 看一看 看一看 快点儿 你买点儿吧 烧火了 看一看了 小兽 快干货了 小兽哥 你回来了 嗯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上次让你推一个大跟头的薛小宝 他没死啊 废话 他也是死掉的话 我还敢回来吗 你早知道了 无聊 出去出去 别退了 快点 老妈子 不就是五十两银子吗 别我再还你 祝公子 人人都像你 我还做不做生意呀 你有钱的时候 随时欢迎你 没钱的时候 想法子找银子 别借了 老妈子 老妈子 走 走 祝兄 你真的在这里 汤贤弟 你来得正好 先借我五十两银子 怎么一见面就借钱 区区五十两 就把我给轰出来了 先别说这个 我问你一件事情 当初你说得明白 说三天之内 那些无赖 不会在上面敲诈是吧 对啊 我问你 现在第几天嘞 五天了 难不成你是说 他们还在敲诈 那倒没有 可现在是 他们让那些受害伤民们 把钱送上门去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难道他真没看 谁 谁你真没看 这个你就甭管了 明天我一万便知 先借我五十两个银子 是成之后再说吧 唐兄 唐兄 不是 我 我 花宝宝 来 可刚 你看看菜吧 我 先我看看 来 这个白菜 我都不 你看看啊 你他娘呢 走路不长眼啊 陪我搅活 你他娘的额钱额到老字偷上来了 就这么疯了 我他娘呢 让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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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你额我的钱 你疯了吧你 你额我的钱 你疯了我叫你疯了 救命啊 打人了 快来干 打人了 你疯了吧你 我疯了我 赔钱 打人了 装死你 别等一下 走走 好吗 我 我药童 陪 陪我药 什么 你要费是吧 好 老子拧疼娘的棺材 一起陪给你 叫你疯了我 叫你疯了 混蛋 我长得那么帅 还要陪我棺材 给你 这还可怜 比 比我还可怜 给你的 谢谢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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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看了 谢谢大神 你这个 打麻大神 好嘞 小姐你真漂亮 看一看 哥哥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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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哥 你怎么成了要饭的了 真给咱们破皮丢人呢 好嘞 好嘞 走走走 你怎么能当街要饭呢 那干什么呀 现在谁还要饭 都该做钩子了 钩子 是什么呀 你连钩子都不知道 还敢自称聪明人 钩子就是 咱们边喝边聊 走 我请客 是 当什么钩子 还不是跟我们破皮 没什么两样 你这话可就说错了 这钩子和破皮 那区别可大了 还不是一样 讹人 虽说都是讹人 但钩子比破皮凶啊 因为我们背后 有官府撑腰 另外钩子比破皮坏 但凡有点良心都不要 再说了 钩子比破皮 挣得多呀 才还有提成 顾劳少了 挣多少 多多少 一个月 百八十两银子 没什么问题 特别容易 有时候啊 还可以顺手牵羊 老点外宽 能不能 给我引剑引剑 我也想当钩子 你呀 你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够坏 我不够坏 我很坏的 你够坏也得先交十两银子 才眼见吧 小宝哥啊 面在我们 那么久的交情 能不能算我便宜点啊 要是别人 必须得十两 若是小七哥嘛 那就十二两 好啊 为什么我比人家多二两啊 你忘了 你先前还欠我一两银子没还呢 那也是十一两啊 哪来十二两啊 多出的那一两 它是利息 知道吧 小二 结账 秋香剑 哎呀 周公子 哎呀 那人多有刀扰啊 多谢姑娘 你是来取包袱的吧 秋香这就给你取去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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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要跟你说此事 你没有偷看吧 当然没有 嗯 你当真没看啊 公子不是不让看吗 嗯对对对 不看没好不看没好 嗯 你真的没看 嗯 公子要是信不过 秋香马上就把包袱还给你 省得公子无担身理 哎 别别别别 秋香姑娘 真是信守承诺 女中豪杰金国英雄哪 公子 过奖了 秋香这就给你把包袱取来 省得公子担心 秋香告退了 哎不不不 还是在这儿多放几日吧 把包袱放在你这儿 我心里放心哪 只是这包袱当中 使惯江山设计 朝廷安慰 千万不要偷看 否则你我皆有杀身之祸 啊 小声告退 哎 公子 都怪我 接下这么个烫手的山芋 甩都甩不掉 什么朝廷安危设计稳定 如若真与乱当有关 岂不是要犯下沙头的死罪呀 也不行 还是打开来先看看吧 开门 谁呀 快开门哪 开门 快开门哪 谁呀 快开门哪 来了 来了来了 怎么那么久啊姐 你怎么来了 观察看见你了吗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都看到了 群床人都看到了 还列队欢迎我呢 那薛小宝的事 他没死 可是我之前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原来他没死 而且还赚了一大笔钱 他没死我会被你气死啊 既然没死 换钱 我在路上都花光了 所以我这趟来啊 就是想再给你借十二两银子 你借了钱不还还想借钱 一分都没有 还 我这次一定还给你 还钱也没有 秋香姐 总探的来了 来了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请便了 我不走 等你回来 你不走我也没钱 嗯 这啥 你干嘛乱翻我的东西啊 嗯 没干什么啊 你刚刚出去之后 我闲着没事干 所以不小心发现一个包袱 又不小心把它打开了 你把它打开干嘛呀 没什么大不了啊 里面什么鬼东西都没有 里面什么鬼东西都没有 只有一个哪 破牌子 牌子上面写什么了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试试了 拿来 这是圣旨金牌 钦差大臣身上的东西啊 哎呀 你没事打开它干什么呀 怎么会有钦差大臣的东西啊 我怎么知道啊 这是住之山的 只是这包袱当中 使惯江山设计朝廷安慰 千万不要偷看啊 否则你我皆有杀身之祸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你赶紧包起来 咱们俩什么都没看过 什么都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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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包起来吧 谁啊 我 走走走 来了 快快快 收起来收起来 老爷 来了 老爷 秋香 老爷 秋香 我说 你昨天买菜的那个账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借钱的 借钱 秋香 别借给她 是 老爷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一天到晚就知道 要找你表姐借钱 你要借钱你找我啊 跟你借啊 谁不知道 您是出了您的铁公鸡啊 我冯小七又不是部长也 你说什么 你说话大声一点 老爷我耳背 老爷 我是说 您是国家众臣 我不敢给您借 不敢给她 老夫现在虽然不在朝廷 可是身上还有余热 还要为大众解决疾苦 老爷您的意思是说 您要接济贫苦大众 是啊 你要借钱找我啊 借多少都可以吗 说吧 姐姐 你家老爷 是忘吃药了 还是吃错药了 快走走走 老爷 不多不多 十二两就够了 没问题啊 月息三文 怎么样 这么多啊 算了不不借不借 三文利你都借不起啊 秋香 啊 我跟你说啊 你昨天买菜的钱 这个账对不上 少了三文钱 我买大蒜去了 买蒜了 买蒜了 大蒜是 看什么呀 没什么 没看什么呀 不对 床底下一定有东西 老爷 对对对对 床底下确实有东西 这两天 我表姐的房间里 闹老鼠 闹老鼠 真的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是是 不不不不 不对不对 大白天闹什么老鼠啊 带我看看 不不不不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对对对 昨天我姐 我表姐跟我说 她房间闹老鼠啊 我今天一早呢 就带来一只 五不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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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呢 老爷 你不要怕 这条五不蛇啊 只有这么长 这还叫小蛇 蛇呢 老爷你放心 别说是一只小老鼠 就算是一个壮汉 只要被咬的话 五不一两 必定死 叫叫 蛇在哪 蛇在哪 蛇在 我不见了 你不见了 你赶快找找 在哪 老爷 你别着急嘛 这蛇它肯定跑不出这个范围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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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不送了老爷 不是啊 吓死我了 老爷你慢走啊 不是啊 不要再叫了 好好好 好好好 上纸金牌的事啊 不许说出去 听见了没有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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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你不要死啊 小白 小白 我说你赔钱 倒 小奇哥 你怎么还干这个 怎么样 先前那十二两银子的隐件费 给我凑齐了吗 隐件钱 你先给我二十两救命钱吧 是 你可别吓唬我 我真不是在吓你 我说老实话 你那个假戒丝严 敲诈伤民的买卖啊 做不得 做不得啊 此话怎讲啊 上边啊 现在已经开始查办此案了 上边 上边要是没有知府大人 和宁王千岁撑腰 那咱们这假戒丝严 敲诈伤民的买卖 我看还做不起来呢 不是知府 也不是宁王 我说的上边 是朝廷 朝廷 那么远 你别逗了你 谁跟你逗了啊 皇上已经委任 仲之山为钦差大臣 特地返回原籍 微服私房 暗中调查此案了 委任仲之山为钦差大臣 他要是钦差大臣 我 我就是皇太子 好啊 你不信是不是啊 你继续干啊 迟早有一天啊 你被满门抄斩 倒是人头落地的手 别说我没跟你说啊 你说的是真的 骗你没钱赚啊 你怎么知道他是钦差大臣 你没听说过吗 他那天 被几个黑衣大汉追杀的时候 兜里是不是拿了一个包袱 这 这事我知道 那个包袱里装的 就是钦差大臣的温兄印信 还有一面 杏之金牌 真的 朱之山要果真是钦差大臣 他何以被追得到处逃窜呢 因为祝公子他的为人一向刚着不饿啊 所以他在朝廷里啊 常遭到先党弃恨 所以引来杀肾之祸 幸亏我们的祝公子啊 吉人自有天相 才可以逢修化妻 既然如此 他为何不亮明身份 因为他这一次回来苏州除了查案呢 其实还有一项 这 这 这 绝密使命 对 绝密使命 什么绝密使命啊 哎呀 你神经病啊 都跟你说是绝密使命了 我怎么会知道 那 这个是他跟皇上之间的秘密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其他人如果谁知道的话 谁就会人头落地啊 我现在跟你说啊 就是为了救你 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啊 孙老婆 你听说了没有啊 朱之山是朝廷派出来的 警察大臣的 好好好 哎呀 归 我给你伤害一点点啊 行啊 伤害一伤 啊 快快快快 小七哥 嗯 你听说了没有 那个朱之山 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人啊 哎呀 这我早就已经 我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走了啊 秋香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皇上认命住之山为钦差了 啊 哎唐贤弟 哎唐贤弟 哎唐贤弟这 这神神秘密的到底什么事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快 不是 到底什么事啊 哎呀 哎呀来来来来 哎呦 哎呀 二位贤弟也在啊 都等你好久了 不是 到底什么事啊 别吓唬我行吗 众兄 大事不妙 啊 坊间传闻 说你是钦差大臣 嗨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嗯 哎 让他们传 哎 祝兄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 对啊 你应该马上辟谣啊 你说说 钦差哪有长成你这样呢 是啊 钦差应该长什么样啊 嗯 虽然我别的不行 但就一表人才这点 我还是相当有自信的 这就是我的主意 锦囊妙计 哎 你之前说的锦囊妙计 就是伪装钦差啊 正是 不是你装钦差有什么用啊 我们是要打击那墙脉丝严的 懂了 这就是我的锦囊妙计 这个流言传出去 你看看还有上门敲诈的吗 好像还真没有啊 只要这个流言蜚语 还在外面传着 这些无赖就不敢为所欲为 别说这个办法 貌似还挺管用的啊 嗯 不过助兄 你这伪装钦差 那是要杀头的 若是杀头便好了 那伪装钦差是要株连九族的 哎呀 幸亏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啊 哎呀你们说的我好啪啪呀 谁说我是钦差了 我有说过我是钦差吗 都是那些市井街坊传我是钦差 我没有说我是钦差呀 就算朝廷传下来查出来 跟我也没有关系 哎此计圣妙 所以啊委托助兄 真的没错 哎这路鬼点子多呀 他数第二 没人敢数第一 哎 你说你就没句好话了 这是我最好听的话 这 哎但是如果有人问起我们 他是不是钦差我们怎么回答啊 对啊 哦千万不要承认 要是承认的话 那可真就株连九族了 倒又不能否认 要是否认的话 这个锦囊妙计可就不灵了 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啊 对啊 这个嘛 作画的最高境界就是似与不似之间 我也就说到这儿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 小弟不必多说了 好 废物 瞧了一天 就瞧来这么几个铜钱 你们还有脸来见我呀 王爷息怒 并非属下办事不利呀 只因最近市井疯传 铸之山被朝廷委认为钦差大臣 反为宿州查办此事 钩子们都心存忌惮 不得不有所收敛 站住 朱之山 我问你们有用脑子想东西吗 朱之山 他那浪荡的样子 有一点像钦差大臣的模样吗 王爷所言其事 其实属下也一直不信 可是传言越传越凶 世间小民以为来了救星 于是信以为真 钩子们见词就有些怕了 其实这些纯属自信物有 王爷放心 我明天就让钩子们重新开工 瞒着 开工先不着急 你倒是有件事情 必须马上做 什么事啊 给我查出谣言的来源 好嘞 去吧 快去 来来来来来来 好画 好画 王老板 要不您再看看这一幅 唐公子 不用看了 五百两银子我全买了 那就多谢王老板了 多谢多谢多谢 唐公子 跟您打听个事啊 这柱芝山柱公子 他真的是钦差大臣吗 方老板 像钦差大臣这样的事啊 你还是不要打听为好 知道多了 反而不为 可不打听清楚 我心里不踏实啊 万一过两天那些无赖 又假借私言 上门勒索 我怎么办呢 那您就一文钱 也不要给他们 那万一他们真把我送官 怎么办呢 那就让他们送啊 这 到时候啊 自会有人为您撑腰的 我明白 学生告辞 慢走啊 告辞 看来真的是钦差大臣啊 怎么样来了吧 问清楚 朱芝山到底是不是 钦差大臣 啊 肯定是 为什么 若不是 他们早您说了 好 那我也就告辞了 叔父眼索 王爷 参见王爷 你下去吧 有结果吗 有了 这个传言哪 是从画府里传出来的 嗯 画府 嗯 难怪这流言 会传得如此之凶 是啊 挂的是 以前位高权重啊 门生故旧 不满尽事 如果这消息真是从他府里传出来的话 便断得下几分真的了 嗯 嗯 原来是这个老匹夫在捣鬼 是啊 看来 本王得仿他一仿了 是啊 王爷 什么事 知府派人来问 说今天为什么没给他送分子钱 呸 难道他没有收到分子钱 本王就会收到吗 王爷还没收到呢 就此啊 呸 大人 嗯 您王爷说 他也没收到钱 为何 因为最近大伙都在疯传 这个筑之山 已经被朝廷委认为钦差大臣 这次来苏州 是特意查办此事的 哼 真是胡闹 啊 住之山 怎么可能是钦差大臣 真是笑话 可是 老爷 据说这个消息 是从华府里传出来的 这就由不得人不信哪 慢点慢点慢点 放放 走 王爷 到了 宁王 不知王爷大驾光临 有识远迎 有识远迎 不必了 王爷有何功感 去见你们家老爷 请王爷守候 我马上替您禀报 不需要了 我自己去 王爷 走开 这是王爷 知府大人 知府大人 大驾光临 有识远迎啊 不必多礼 请问大人 有何功感哪 找你家老爷 请您稍等 我马上替您禀报 不必了 我自己找 闪开 你说啥就啥呀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上边的意思 那 两个都啥 都啥 省得留着害人 我觉得可以把 那个大的啥了 小的留下来 下午下午就行了 依我看哪 一个都不能留 这两个畜生 没一个好东西 那什么时候啥呀 多择一个月 少择十五天 全看咱们老爷 高兴不高兴呀 老爷要是高兴呢 兴许能让他们多活几天 要是不高兴 说不定明天就在了 谁呀 两个猫贼 来人哪儿抓贼呀 小心啊十六 打死你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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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知府大人 知府什么 打的就是你 别打 我是知府大人哪 秋香 怎么回事啊 老爷抓到贼了 抓到贼了 慢点 回老爷抓到两个猫贼 错 只抓到一个 路 凝王千岁 深夜造访 有何指教啊 进去谈吧 太师 你这个丫头太厉害了 中庸可驾 可这下手也忒恨了吧 多谢夸奖 这手应该做的 知了 秋香 赶快烧水沏茶 来了重要客人了 是老人 凝王千岁 里边请 带路 好 请 知府大人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走吧 嗯 又还是觉得 把两只都杀了有点可惜 可惜是可惜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这两只都是攻击 又不会下蛋 啊 我就觉得奇怪了 老爷平时挺空玩的 现在怎么舍得杀两只呢 谁让这两个畜生啊 把老爷的米单都给淘了 你不知道啊 这是老爷花大价钱买的 那杀了啊 知府大人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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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千岁 知府大人 深夜来访 有何见叫啊 既然华太师问起 那下官可就直言了 请讲 请讲 现在市井当中 颇多流言 不知华太师 可否有耳闻啊 什么 已经传到市井之中啊 这都是无中生有 二位 你们啊 千万不要相信 他们的胡说八道 不错 三个月之前呢 我确确实实 是在张图夫那儿 舍了五斤猪肉 哎呀 老夫记性不好 不是不给钱 你想一想 老夫 那是讲信誉的 怎么可能占你点小便宜呢 这个话太师 你误会了 下官之言 并非此事啊 那一定是 说老夫放高利贷的事情啊 那更是胡说八道 你想一想 月息三分 那怎么算放高利贷呢 好了 你就不要再装糊涂了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事情 不 不是这个事情 那我们是说 柱之山怎么会被朝廷 任命为钦差大臣的事 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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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之山被任命为朝廷钦差大臣 开玩笑 他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当钦差大臣呢 开玩笑 太师 是 如此说来 话才是 这事你还不知啊 老夫不知道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 你们这什么意思 不要装糊涂 好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人勾勾搭搭搭 合伙